蜗虫是一种很常见的人体寄生虫 它们的暖可以借由动物、食物和水源来传播 在人类接触到蜗虫的暖之后就有可能被感染 一旦传恐成功 肠道有可能会大量的出血 第七,麦地纳龙线虫 在多代多难的2020年 近乎灭绝的非洲寄生虫似乎在越南重现 而这种古老的寄生虫甚至可以追悄到圣经中的记录 这名为麦地纳龙线虫的寄生虫 一般会通过饮用水来感染人类 它们一旦通过水或者动物进入人体 便会从人类的长臂渗透入腹部 并在那里长成完全成熟的成虫 并开始交配 正因为非洲土著有着饮用生水的习惯 而使它们成为寄生虫的最大受害者 当受云的寄生虫准备好分娩后代时 它们便会牵移到皮肤表层底下 通常是腿脚的部位 之后寄生虫会破开皮肤 这时会引起巨大的烧灼感 而使人类本能地寻找附近的水源来降温 而一旦破裂的部位被进入水中 寄生虫便会伺机地把一窝的幼虫喷到水里 这也代表新的可怕生命循环又开始了 人类从被寄生到成为献虫的代孕者 需要经历一年的时间 而且就算这个寄生虫被清除后 人体也需要经历痛苦的几周时间 才能完全地恢复 而再在过程中 感染其他疾病的风险会大大的增加 并帮着这几个月活动不变的贪婪时间 非常的不好处理 第六 马银 近日网上流传的一段影片 一名年轻女子在前往中南美洲进行生态工作时 被马银钉摇手臂并残暖 寄生虫钻入皮下成长 之后一呼人也使用钳子虫阿的手臂夹出七条肥肥白白的蛀虫 而被夹出来的马银猪虫 看起来似乎在四足体内吃饱喝足 白白胖胖的 米条都约有一节手指节长 而它们被夹出的时候还不断地扭动 令人相当的不安 马银主要在中南美洲生存 它们会强行抓住蚊子 并将几枚暖缠在蚊子的身上 而带有寄生暖的蚊子在人体上吸血时 会露到人身上并开始孵化 之后这些寄生虫会顺着毛孔钻入皮肤 进入皮下组织 这期间它们将在皮下靠吃皮肤组织为生 在成长3到5厘米后便会开始化涌 而最后从皮肤中掉出 再过过几天新的马银便会从涌中飞出 开始新一轮邪恶的生命循环周期 第五 宫心虫 你今天心情很糟糕 骂了你的另一半 又和你同时炒了一架 开车的时候还跟别人抢道 你想过很多原因 而现代科学家告诉你一个全新的解释 就是你的大脑可能感染了一种叫宫心虫的寄生虫 它们改变了你的性格 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宫心虫是一种最早发现于老鼠体内的一种微小寄生虫 它能改变哺乳动物对于风险的判断机制 被寄生后的宿主会变得大胆 且不惧怕捕食者 而被这种寄生虫感染的老鼠会表现得非常的奇怪 正常的老鼠非常惧怕猫的气味 但感染后不但不怕猫 甚至还会主动的接近猫 等到老鼠被猫吃下肚子后 宫心虫便会找到它们的最种宿主 猫 当然宫心虫同样也会对人体带来类似的影响 而人类感染宫心虫的主要方式 还是接触到了带有宫心虫猫的排泄物 被感染的人类几乎不会出现任何的临床症状 但性格却会发生变化 比如变得非常的大胆 不惧怕飞驰而过的车辆 反应变得较为迟钝等等 据统计 感染了宫心虫的人 出生货的概率也比普通人高出了整整的2.6倍 有其孕妇更需要谨慎的羽毛接触 因为宫心虫的主要风险在于胎儿的感染 孕妇在怀孕早期感染宫心虫后 会引起胎儿的神经系统发育产生障碍 甚至有很大的几率导致胎儿会畸形 所以要非常小心地应对 第四 蛔虫 蛔虫是一种会在能尝到你开智三叶的寄生虫 而成为成虫后更可以在能尝到你存活一年左右 是不是很可怕呢 蛔虫是一种很常见的人体寄生虫 它们的暖可以借由动物、食物和水源来传播 在人类接触到蛔虫的暖之后就有可能被感染 而在致病猪肌 你会有怎么都吃不饱的情况 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会食欲大振 乃至成为大胃王 甚至还会经常地伴随着食欲不振和恶心呕吐等的表现 当然这个时候就不得不提一下蛔虫的一大细性 钻孔 一部分的蛔虫会选择往下钻 这对大家来说是一件好事 而马桶里面所见到的蛔虫 可能就是选择了这条路线 而严重一点的便是肠胃或者盲肠等等的地方 一旦钻孔成功 肠道有可能会大量的出血 其中的细菌或粪便会直接进入你的腹腔 造成生命的危险 而且过于大量的蛔虫还会扭结成团 造成场馆阻塞 虽然这些后果都十分可怕 但如果及时治疗 并不会导致这么严重的后果 第三 眼尸虫 眼睛里有着一条条的寄生虫 光想都觉得可怕 但现实生活中还真的有这种情况出现 在最近这几年有一种叫眼尸虫的寄生虫 在欧洲大陆蔓延到了英国 引起猫骨等宠物的眼睛感染 甚至也开始感染到了人类 而这种年尸虫是一种有吸血帮忙传播的寄生虫 当帮忙落到宿主上时 尸虫的幽虫会从宿主的皮上钻入 随随随意进入眼部或者皮下的组织中 当然幽虫和男用肉眼看到 只有长成成虫以后才容易被发现 而当成虫移动于皮下组织时 它会引起优毒性的肿块 全身各处均有可能发生 这时人们会感到局部的剧烈疼痛和骚痒 然后在一小时内出现肿胀 并迅速扩散 当成虫移动到眼球结膜时 会引起局部的冲血 微光和疼痛等不同程度的结膜炎症状 虽然这种寄生虫的危害性 相对而言并不是很大 但是这种寄生虫的恐怖之处 在于很难预防 只有在出现症状以后 才能确认是否被感染 在2018年 一名澳洲女子跟家人到越南的海滩度假 原本开心的旅程却变成了她的噩梦 她发现她的脚被一种 名为沟虫的寄生虫感染 这些幼虫透过她的脚部皮肤转进体内 整个脚趾头上布满了带有一个个小孔的水泡 非常的可怕 沟虫是一种危险的寄生虫 它们可以在内脏或皮下组织栖息 而通常它们是透过受污染的水源 或者蔬菜进入人体 这名女子之后还透露 她在吃了药之后 还能感觉到沟虫拼命地想逃离她的身体 甚至还导致皮肤肿脏和疼痛 而幸运的是 这名澳洲女子发现的几时 在使用药物治疗后就完全地康复了 第一 福斯奈格里阿米巴猿虫 外出踏进时 大家都应该有过在野外洗脸 甚至洗澡的经历 然而看似清澈透明的水 其实含有不少的寄生虫 其中最恐怖的莫果鱼有食脑虫之称的 福斯奈格里阿米巴猿虫 没错 这种在科幻电影才会出现的吃脑寄生虫 其实就生活在你身边 而一旦被感染之后 它会迅速地啃食人的大脑 被感染者几乎必死无疑 致死率高达夸张的97.7% 而一般情况下 这寄生虫会从人的鼻孔中进入人体 之后就会设法钻入与大脑连接的嗅觉神经 并持掉用来感知气味的嗅求 这时被感染者就会失去嗅觉与味觉 之后他们会入侵到大脑的几大部位 接着患者会出现头痛 耳心和呕吐等的第一临床症状 随后他将入侵大脑的最深处 尤其是情绪管理相关的大脑区域 这样一来 患者就会出现幻觉和精神错乱等的第二临床症状 而大多数患者会在这之后 因呼吸衰竭而死亡 这时脑寄生虫固然可怕 但科学家发现他也拥有弱点 目前所知 他只能通过鼻腔碾膜侵入人体 换言之 即便喝下这种被寄生虫污染的水 也不会发病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避免在户外 使用不干净的水盐哦 对不起 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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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嗨嗨嗨